欢迎大家来到韩国 欢迎大家来收看我们的观光韩国语 今天也跟平时一样 一起来学习在韩国观光中 常用的一些词语和句子 今天也为大家我们准备了 更多有意思的韩国文化和韩国信息 希望大家今天也跟我们快快乐乐地 学习韩国语和韩国文化吧 是啊 金小姐 今天的天气真是不错 对 今天天气真是晴空万里 是啊 韩国是一个四季分明的 春天非常的暖和 夏天闷热多雨 冬天则是秋夜飘零 天气很凉爽 冬天则是雪花飘落 是的 所以韩国每个季节的 菜肴和服装都不同 是啊 如果您要是仔细地看一看 韩国的传统的房屋的话 您会发现它肯定是根据 不同的季节的特点来建造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不管在什么季节 都能做到通风良好 阳光充足 当地的天气会引起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方面 四季分明的韩国 会让大家感受到更多的乐趣 好的 从现在开始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韩国的天气 并且在学一学 天气方面常用的一些词语和句子 好 那现在让我们来看看 今天要学习的主要内容吧 好的 我们来看一看 韩国人也像其他国家的人一样 在早上或者是在晚上的时候呢 看报或者听新闻来确认天气情况 那希望大家也来到韩国 就是利用各种媒体来确认一下天气情况 是 那么今天我们学的第一个句子 就是下大雨了 那么这个句子怎么说呢 那么在韩国语当中呢 这个语呢就是 那么后边呢 我们加上了一个动词 就是以前我们学过的 这个他国 里边的这个动词 它的意思就是来的意思 所以我们说下雨了 你可以说 那如果是下大雨的话 可以说 那在这里呢 我们应该要学 这个字 这个呢就是表示数量的程度 就是数量的副词 这个マニ 就是多的意思 那相反的呢 조금 就是一点的意思 对啊 那么这个下大雨呢 我们就说 比个 マニ 哇哟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雪怎么说呢 这个雪在韩国语当中是 努 那么我们说下雪了 我们可以说 努 努 那如果你想问别人 下雨吗 或者是下雪吗 的话 应该怎么说呢 好 很简单 就刚才我们学过的这句话 最后的一个字 有 的那个音呢 就是把那个音调 升高一点就可以 很简单吧 好 比个 哇哟 比个 マニ 哇哟 好的 那么这个晴天的时候呢 一般我说啊 这个天气真好 那么这个时候 韩国话怎么说呢 天气 在韩国语当中就是 哪儿戏 那么好呢 就是 那么天气 很好 我们说 那如果天气不好的时候呢 应该怎么说呢 就是说 那我们以前学过 就是这个 就是动词前面 或者是形容词前面 加上安的话 意思就是 否定的意思 好 那这个 是啊 那么这个 在汉语中的意思 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它可以表示 出去旅游啊 出去逛一逛啊 到处去看一看 能表示这样的意思 所以我们说 国家 要看天气预报了 先了解天气情况 出门前做好准备的话 就不会遭到 领域等的意外情况嘛 所以呢 最好看看报 听听天气预报 在韩国也有气象台 在这里提供的天气信息 韩国语叫做 那么现在呢 让我们学习一下 比较重要的词语吧 为大家预报一下 这个星期的天气情况 今天星期天 阳光灿烂的晴天 下午的时候 气温会上升的 今天天气很热 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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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的明天 有云的阴天 阴天 阴天 星期二 会下雨的 比が 와요 比が 많이 와요 五三 请大家准备好雨伞吧 星期三 会下雪的 气温突然转冷 会很冷的 错呀 错呀 阳光灯 晴晴 星期四 会下雨 开车的朋友们 特别要注意 交通安全 星期五 星期五 多云 渐晴 周末的星期六 又是个晴天 对外出的朋友们 又是个好天气 天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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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给我们 做的天气预报 看来这个中国的天气 不错 我们应该可以出去 逛一逛 那么我们应该可以 出去逛一逛 这个怎么说呢 好 好 对 不过呢 我们在看上面 两个人对话的时候 回答说 好 这句话意思呢 就是不太 确定的时候呢 就是没办法判断 决定的时候呢 常用的语句 这句话 글쎄요 是汉语里的 那个嘛 怎么说呢 的意思 구경 다닐 수 있을까요 글쎄요 글쎄요 구경 다닐 수 있을까요 구경 다닐 수 있겠어요 구경 다닐 수 있겠어요 비가 많이 와요 비가 많이 와요 비가 많이 와요 구경 다닐 수 있을까요 구경 다닐 수 있을까요 구경 다닐 수 있을까요 千年不变的美丽 让我们来游览一下 韩国美丽的陶瓷世界 韩国的陶瓷 以其透亮的材质 独特及健康活泼的模样 赢得了人们的喜爱 在世界陶瓷制作史上 韩国与中国一样 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和传统 端庄典雅的外形 瓷光晶莹透亮 仿佛如翡翠玉色的青瓷 还有如实显示我们祖先 勤勉 质朴 纯洁无瑕等 既平凡又清纯风格的白瓷 为了继承并发扬 代表韩国文化的陶瓷 Kanggido 主办了Kanggido 世界陶瓷博览会 我们是否应该到 韩国瓷器的故乡 去亲身体验一下 制作陶器的乐趣呢 今天我们也和大家 共同来了解了一些 韩国的天气和 与之有关的一些词语和句子 不知道大家学的怎么样 那么金小姐 不知道今天您过得 是不是很开心 对啊 不过呢 好像在外边下雨了 是吗 但是我看见 有一辆车的天窗 是开着的 你不知道是谁的车呀 是吗 天窗开着 那是我的车 你等一下我马上来 我骗你的了 你紧张什么 大家都知道了吧 天气就要严见为始的 韩国美丽的季节 在等待着大家 希望大家来到韩国 享受一下韩国的美景 观众朋友 那么我们的节目 到这就要结束了 那么下次呢 我为大家准备了更有意思的 韩国游和韩国文化 希望大家能够准时来收看 好 那我们跟大家说个再见吧 好的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再见 再见